做烧烤你不单单得会烤串 还得有其他的融合菜品 像这个高利润低成本的金丝土豆就非常的不错 就这一个土豆最低就能卖十把 香甜酥脆大人孩子都爱吃 首先去完皮的土豆 用茶菜板茶成绳 放在清水中多清洗几遍 清洗掉多余的淀粉 金丝土豆好吃的关键在于这个酱汁 浓缩橙汁50克 蜂蜜加入10克 要想甜加点盐 放点糯米白醋在里面吸湿它的浓稠度 用勺子把调料搅拌均匀即可 锅中烧油油温在165度左右下锅炸 土豆才下锅的时候不要动弹它 炸定型之后再用路勺搅动 使其瘦着更加的均匀 当土豆是炸成这样的时候 就说明它已经好了 做了控干油放在盆子里面 炸上适量的白糖 再来点黑芝麻 刚才做好的酱汁倒在这里面 这个酱汁不要倒太多了 把调料以土豆搅拌均匀 再撒点香菜在里面 起到点缀和真香的作用 就这样做了土豆时 不但好看还好吃 香甜酥脆 那小味是老壁了 想学烧烤别乱跑 关注我脑里就对了